宁雪这点倒是想错了 不管夏小兰有没有把她当竞争对手 都没打算让她去看金沙池工地 这样干可能有点不近人情 但夏小兰就是这样的人 她可以在别处回报宁雪曾经的好意 却不会拿自己的生意开玩笑 等小区盖好了 宁雪早晚能看到全貌 并不及一时吧 国庆一过 华清继续教育学院进行招生考试 邵光荣同志前去参加 就说这事 康伟还从同城回来给好哥们打气 邵光荣嗤之以鼻 你要回来见你对象 还要老子背锅 邵光荣说这话时 还勒着康伟脖子 听那语气很是嫉妒 康伟一脸找到真爱的荡漾 难怪邵光荣瞧了眼气 周成和康伟 好像一找就找到了对的人 邵光荣想想自己 出了那么多女朋友 就愣是没遇到真正想在一起的人 对这问题 夏小兰看得比较透彻 道 反正事业考完了 你要是极度康伟 自己就好好发展的女朋友 你抱着玩一玩的态度和别人处 吸引来的 自然是和你想法相仿的人 不就是第一次出对象时 没擦亮眼睛吗 这种事可太多了 遇见错的人是在为以后累积经验 等对的人出现时 会更加珍惜 邵光荣把康伟放开 挺不好意思的 我还是想先把上学的是搞定 考试是考了 能不能过还不知道呢 邵光荣简直是在白担心 夏小兰之前给她找过 今年夏天的全国高考卷 邵光荣拿了459分 要参加正式高考念华青式梅系 这个分数却也不低 在京城能上本课 当时邵光荣就很唏嘘 有点后悔没有上考场试一试 机会是错过了 要叫她再复习一年 参加86年的高考 邵光荣自己也觉得战线太长 怕自己坚持不下来 她毕竟是有工作的人 工作干得还挺出色 在单位上脱受重视 哪能全身心投入复习呢 验证过自己水平 邵光荣也算没那么遗憾了 起码她知道自己有考大学的实力 也不比别人差什么 邵光荣同志 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 你复习了那么久 这个考试都通不过吗 华青的继续教育招审考试 就是成人高考 面对的是想继续深造的人 邵光荣在这群人里 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夏小兰这话是认可她的实力 邵光荣黑黑笑 又勾住康伟的脖子 康子 啥时候把弟妹叫出来吃顿饭 康伟瞪她 有求于人的时候管自己叫哥 现在把欠的钱还完了就叫康子 邵光荣就是个臭不要脸的 其实 邵光荣年纪比康伟和周成都大 邵大嘴巴就是谄媚 才管周成叫哥 小时候的阴影 打不过周成 不叫哥叫啥 叫哥能不挨打 从小叫到大 那么多年也叫习惯了 邵光荣想见善于君 康伟自己还唏嘘 小兰嫂子 我上次邀小善去鹏城 她没同意 康伟兴致勃勃计划着出游 却被当头泼了冷水 不知道自己哪里惹了女朋友不高兴 夏小兰听了一个头两个大 这瞎主意就是她出的 夏小兰也不想想 她是后世的观念 善于君却是真正生于六十年代 活在八十年代的姑娘 这还是第一次出对象 康伟说和她两个人去鹏城 善于君有自己的顾虑 夏小兰自己和周成 短短时间内就特别熟 善于君却不是她 夏小兰想了想 道或者你该多请几个人一起去 康伟自言自语 可我还不认识小善的室友和同学 这下子连向小兰都拿眼睛瞪她 邵光荣在旁边阴阳怪气 你面前不就有个小善的同学吗 康伟重色亲友的毛病 大部分人都有你是特别严重的 夏小兰语气故作沉重 康伟很紧张 嫂子我是脑子不好使 你也知道我脑子被车撞过 现在说话特别没水平 邵光荣大骂康伟不要脸 居然用车祸博取同情 夏小兰等他俩闹够了才说 要不你问问善学姐 这个周末去不去基北省 我想去看看周成 上回跟他去水库钓鱼 后山还能打猎 有你们一起去也能热闹点 夏小兰的意思 连邵光荣也一起去 反正是周末 去放松下也不错 这个提议两人都赞成 康伟就去华清找人 这回连善于君都答应得很爽快 周六早上 邵光荣把康伟那辆212开出来 还带了个陌生女孩 画着夸张的眼妆和红唇 一看就是街面上混的 邵光荣为了不担着 临时给自己找了个女伴 这是小兰嫂子 小游 你给我敬着点 小游打扮得很夸张 脾气却不错 乖乖和夏小兰打招呼 声音还挺软和 夏小兰也放软了声音 小游你好 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千万别拘谨 临时找来的女伴 不知道下回能不能看见 夏小兰也没亲瞒别人 谁瞧不起谁呢 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态度 邵光荣和小游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因为临时多了个小游 出发时就三位女同志坐后面 邵光荣开车 康伟坐在副驾 善学姐 善于君落落大方 小兰 你以后就叫我名字吧 在学校我们是同学 出了校门是朋友 你说对不对 善于君这话说的 康伟连胸膛都挺起来了 找个各方面都优秀的女朋友 就是特别有面子 邵光荣白了康伟一眼 那嘚瑟的样 看得人眼睛疼 不就是女朋友吗 好像谁没有事的 邵光荣从后视镜里 看自己的女伴小游 坐在夏小兰和善于君之间 高下立判 难道是该正经找个女朋友了吗 相亲还是不要了 就怕家里有给介绍同力里那样的 邵光荣情愿继续待着 这回去看周成 路上一点都不无聊 夏小兰和善于君本也算熟悉 有一个小游开始挺拘束 车子开到半路 小游比较放得开了 说话也特别逗 夏小兰心想 自己这是要体会把多人约会呀 上辈子都没有过的事 重活一回 倒是啥遗憾都补上了 周成 你对象又来看你了 一个宿舍的学员很是羡慕 周成平时周末根本不出学院 没有课都在寝室用功 仿佛要把当兵这些年耽误的文化课 全不起来一般 只有对象说要来 周成会认认真真收拾自己 书也不看了 脸上笑也多了 汤道不仅是羡慕周成的对象漂亮 而是在交通不方便的85年 对方能经常来学院看周成 有钱有闲 两者肯定兼顾的 此外还得有心 一烫烫的跑 路上够折腾的 想到不累吗 愿意受这个累 就是想来看周成呗 这才是周成室友羡慕的原因 当然 羡慕周成对象长得漂亮 也是原因之一 这种羡慕是刻在人类本能里的 并不肤浅 羡慕归羡慕 大家心里也有数 谁叫周成是大帅哥呢 室友打趣几句 周成也不生气 是来了 他在学校比我还忙 我都叫他周末多休息 他非要来看我 周成这话太欠奏了 话音刚落 就被大伙齐心协力 轰出宿舍 房门贴着后脑勺 砰的一声关上 可见室友们的愤怒 周成摸摸脑后 他说的明明是真话 这些人就是嫉妒 他媳妇不仅是忙学业上的事 还有在鹏城的住宅开发 媳妇太能干了他骄傲的锦 若是对别人说赚了多少钱云云 那才是真正的炫耀 周成只能独自回味这份骄傲 想到要见到小兰了 周成就有春回大地的愉悦 看书觉得枯燥 进修感到烦闷时 他就多想想小兰 小兰从前不也是一边操心的生计 一边要静下心学习吗 周成是有别的事要操心 但陆军学任的进修 真的是一次好机会 当两年进修时间结束时 周成也希望能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他有什么地方比小兰强 不过是幸运投了个好胎 在家世上占便宜 如果自己不够努力 和小兰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周成一路想着 江妍和几个女学员迎面走来 看她换了变装 问道 周成 你要出去吗 周成也不隐瞒 小兰来了 还带了朋友过来玩 几个女学员嘻嘻哈哈地跑远 让江妍和周成单独说话 江妍有点忧心忡忡 我不是故意要搅和你们的约会 只是我堂哥仍然没有下落 我打电话回精灵询问 家里只让我别管 含糊其词 并不告诉我江妍去了哪里 周成 你不觉得他很像毒蛇 随时会窜出来咬人一口吗 江妍说着话 不由自主摸上了脖梗 他人没了下落 职务还保留着 你们江家在精灵军区确实有本事 我不是讽刺你 我只是实话实说 周成觉得江妍去找了潘三哥 他已经给三哥传递过消息 让三哥万事小心 三哥倒是挺豪迈 魂不像周成和江妍这样担心 他认为自己和江妍早晚会有一战 十分欢迎江妍前去找他 按潘三哥的想法 在茫茫大海上遇到江妍 他不用像在陆地上那样有顾虑 不用在手下留情 周成不想在今天谈江妍 想到那样抑郁的烂人 太影响心情了 江妍也没有抓着不放 趁机转移了话题 如果只有你和夏小兰约好 我肯定不会碍眼 但还有别的朋友在 能不能也叫我加入 说实话 我至今都不懂你为什么会和夏小兰在一起 或许是我和他相处的机会太少 周成 你和三哥还愿意把我当朋友 我很高兴 三哥劝我别管你的私事 把心放宽一点 我也想多了解下他 行不行 江妍说得落落大方 周成却皱眉 他和江妍虽然能正常说话了 从鹏城回来后 江妍并没有一直骚扰他 上回江武忽然发疯 掐了江妍后 他和江妍说话的机会才多了些 江妍还真的没有再说过小兰坏话 但让对方一起出去玩 周成认为不太合适 他也如实回复 恐怕不太好 一起来的朋友你都不熟 江妍顿时尴尬 他并不是容易放弃的人 正如潘三所言 江妍有军人摆折不挠的任性 不达目的不罢休 这种任性有时又会变成偏执 周成摆明了是拒绝 这种给他留了两分颜面的拒绝 他并没有救破下驴 反而越挫越勇 算了 你自从有了对象 从前的英雄气概消失大半 怕这个怕那个 做事黏黏糊糊 你是怕像小兰不同意吧 等他来了 我亲自问他 自说自话也是种本事 江妍的本事不仅如此 他自说自话还特别光明磊落 周成不再理他 自己出了学院 夏小兰在出发前给他打过电话 周成是算了时间出来的 等了不到二十分钟 他就看见了康伟那辆改装过的吉普 这个叫成子哥 对他要比对我还尊敬 懂吗 少光荣万七八糟的介绍 让夏小兰哭笑不得 小游打扮得像肩面上的小太妹 脾气却非常好 基本上少光荣说啥就做啥 伸手不打笑脸人 就算是小太妹 人家恭恭敬敬地打招呼 周成也不会让人下不来台 对待小游的态度 和对善于君是一样的 对周成来说 两人都是发小带来的对象 别管人家是临时还是长期 这身份变不了 他对自己兄弟的对象 礼貌有余 亲近不足 关心别人对象有啥用 他自己媳妇站在面前 都看不够呢 他拉了小兰的手 走吧 上回你们嫂子就说 要到后山打猎 我看他心里一直惦记着 这次人多热闹 让大家一次性玩个够 夏小兰捏他手指 说得他多贪玩一般 谁叫这时候 没啥娱乐设施 这么多人凑在一起 打猎总比单纯 吃吃喝喝有意思 夏小兰正要说 上车挤一挤 学院大门开了 一辆车停在他们面前 江岩从驾驶室探出头 夏小兰 你们去玩能不能加我一个 康伟忍不住 偷偷去看周成表情 哇 人间修罗场啊 他早说过江岩不安好心 小兰嫂子会让 橙子哥跪搓一板吗 周成还没说话 夏小兰看了江岩一眼 道 怎么不能 正好我们坐一辆车停几的 江岩你给我们解决了一道难题 夏小兰也想看看江岩想干什么 在他眼皮子下捣乱 总比他不再拾到周成面前折腾墙 不管他能不能接受江岩 又如何警惕 在他出国当交换生期间 这人肯定会找机会挖他墙脚 躲是没用的 那就迎战呗 周成恨不得举双手双脚 以正自己的清白 小眼神力优怨呀 夏小兰偷偷用指尖刮了他手腕 就像挠在了周成的心肩上 周成忽然特别想笑 他媳妇这是信任他呢 还是不信任 这醋吃的好隐晦 嘴上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江岩 却又提醒他这事没完 江岩他的确是不喜欢的 等陆军学院进修结束 他和对方更没有多少见面机会 在这一点上 周成毫不心虚 江岩刚才说要一起去 我说他和大家都不太熟 没想到他还是请了假 形势坦荡 周成也不怕直言相告 本来周成和夏小兰 要搭江岩的车 康伟一枪兄弟一起 先拉着善于军过去了 现在 周成和夏小兰 就和少光荣两人同车 一上车 周成就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夏小兰哼了一声 我看他把你盯得挺牢 你们宿舍肯定有人 被江岩收买了 我哪次来找你他都知道 还一定要掺和进来 少光荣 嬉皮笑脸 打着圆场 嫂子 喜欢成子哥的也不差这一个 成子哥一颗红心向着谁 你还能不知道呀 谁喜欢周成都没用 给周成喜欢对方才行 周成和夏小兰虽然还没结婚 却不是周成不想结 是夏小兰还要继续学业 不仅周成自己满意 夏小兰已经攻克了周家长辈 还获得了周成发小的认可 迄今为止 所有人都是支持夏小兰的 少光荣也觉得这未来嫂子不会换人 这才开玩笑 他的打岔 让夏小兰没办法板着脸 周成也拿手拍了拍少光荣肩膀 道 小时候打架没白关照你 小游根本插不上话 就安安静静看风景 他和少光荣压根不是那么一回事 大家就是临时凑在一起 小游羡慕少光荣的圈子 但他挤不进来 让他心里舒服的是 少光荣的朋友们都很好说话 大家知道他和少光荣是咋回事 却没有看不起他 夏小兰本来想和周成说说周仪的事 有外人在场 他只能再寻机会 平时都没机会腻在一起 能在一起还不好好珍惜吗 所以夏小兰才不会为了姜燕生气 明明知道周成不喜欢姜燕 他一直发周成的火没用 除非叫对方自己知难而退 他和周成并肩坐在后座 肩膀相靠 食指相牵 上回去过的水库山庄很快到了 一早就从京城出发 大家都没吃午饭 山庄的动作也是快 很快给摆上了全鱼燕 姜燕也老老实实的没出幺蛾子 仿佛真的就是想来一起玩玩 并没有特意往周成身边凑 其实并出成见去认识姜燕 他这个人的确性格爽朗 言谈间也是胸襟开阔 和夏小兰是各有魅力 并不是什么拉不上台面的烂桃花 康伟说要带善于君喂鱼 两人走到水库边 善于君靠在水库的围栏上 道 你讨厌那个姜燕 做得太明显了吧 康伟嘿嘿笑 要是有个女孩子缠着我 成子哥也不会给对方好脸色 有些话成子哥不好说 可不就需要我来唱黑脸吗 何况我也是真不喜欢他 现在的人都说自己有喜欢别人的自由 这倒是实话 但别人好好处的对象 非要掺和一脚 姜燕就是给成子哥造成困扰了 我看不惯他 周成和夏小兰平时都分隔两地 一个在部队 一个在学校 现在是姜燕跟着周成在学院进修 夏小兰一个人在学校 两地隔着好几个小时车程 又不能时时都在一起 姜燕处处要彰显存在感 康伟很是看不惯 成子哥和小兰嫂子的感情好的很 那是现在 万一两人吵架啥的 姜燕岂不是趁虚而入 也幸亏小兰嫂子不扭捏 要不为了姜燕不知道会吵多少次架 吵架的次数多了 再好的感情都会受影响吧 康伟是坚定的小兰党 从最初质疑下小兰名声不好 进化成现在的脑残粉 她是绝对不会接受其他女人上位 当周成媳妇的 善于君扑哧一笑 她也讨不到好 你们不知道小兰刚入学时是个什么境况 有再多的质疑 她仍然扭转的局面 我想 小兰并不怕有人挖她墙脚 如果她和周教官不在一起了 一定是她自己的原因 善于君并不是吃醋 康伟太过关心 分明是小瞧了下小兰 包括那个姜燕 善于君一般不会轻视别人 但她真的觉得 连小太妹打扮的小游都比姜燕讨喜 天之娇女也有自己的傲气 军人值得尊敬 难道军人之外的职业都是垃圾不成 参军是辛苦 但华清大学也很不好考的 一年几百万考生 每一届录取的还不到两千人 善于君带人亲切 不代表她没脾气 她的聪明 让她非常敏锐地感觉到了姜燕的态度 康伟瞅了善于君几眼 拖长了声音 小善同志 你也让我很意外啊 善于君把手上的玉米粒扔水里 道 以后让你意外的时候还多着呢 我们华清的女生 可不是书呆子 康伟心里痒痒 善师姐和小善都是同一个人 她女朋友好像还真有没被发掘的形象 善于君拍拍手往包间走 康伟赶紧追上 善于君以往给康伟的印象是不食人间烟火 这回到了鸡北省 康伟发现她其实挺活泼 没想得那么不接地气 是女朋友人射崩了吗 不对 这让她更喜欢了 善于君走到包厢 问道 小兰 你不是说带我们来打猎的吗 什么时候进山 周成说 先熟悉下猎枪 江言想负责教我们女同志 师姐你说好不好 善于君想了想 那麻烦江言教教我和小游吧 小兰你还是跟着周教官学 我虽然没见过周教官的枪法 他能当你们这一届的军训总教官 一定也很厉害 小游老老实实坐着 原来善于君也不好惹 自己是临时冲场面的 邵光荣怎么说 他就怎么办 三男四女 这个打猎小组本来也不好分配 姓江的女军官挺漂亮的 干嘛要中途插一脚啊 难道看不出来没有人是真心欢迎她吗 没想到挺多人维护夏小兰 江言笑得意味不明 道 夏小兰 你自己怎么说 我听善学姐的 激将法什么的 夏小兰是什么脸皮啊 还能被江言两句话给拿捏住吗 江言也没办法勉强 士兵没法勉强逃跑的敌人迎战 夏小兰只会在没人的时候凶 只要有周成在场 夏小兰都闹肿得厉害 夏小兰笑眯眯的挽着周成往外走 山庄的人早把猎枪准备好了 也不是给每个人都发了猎枪 比如小游 以前从来没接触过枪 了不起等会让他放两枪过过瘾得了 把上堂的枪交到新手手里 没打中野鸡是小事 朝着队友乱放咋办 夏小兰也不争强好胜 他虽然参加过军训 军训打把用的和山庄打猎用的 还是有差别 他和周成共用一把 其他两队也是这情况 唯有江言单独要了一把 大家都跟紧了 不要走散 看好再开枪 这里虽然很偏僻 说不定也有附近的村民会上山 不要误伤了别人 周成和夏小兰在后面 慢悠悠的走 江言走在前面给大家讲解 夏小兰觉得江言讲的没错 把人当成是猎物开枪的 他上辈子就在新闻里看过 树引洞 草丛有声响 的确很容易看错 精神易紧张开了枪 等发现打错 后悔也晚了 本来就是图个乐 好玩的是过程 又不是真要对山里的野鸡野兔赶尽杀绝 有收获挺好 没收获就是来游山玩水了 夏小兰心态放得很轻松 周成也没有争强好胜的心 难道江言打了三只鸡 他只有两只收获就是输吗 这种输赢没意思 周成也没把江言当成过对手 都说江言英姿飒爽 比一般男同志厉害 周成却也从未真正将他当成男同志 和一个女军官比 比赢了也怪怪的 江言在前面小声地讲 还示范开枪的姿势 夏小兰压低声音 江言其实很有魅力 部队里喜欢他的人应该不少 他怎么偏偏就认定了你 他和高飞同历历之流还不一样 我有时候挺烦他 有时候还挺欣赏他 他要是不和我抢男人 我还真想和他当朋友 他抢不走 一颗红心向人哪里还用说吗 如果他要喜欢江言 在前线时就在一起了 心动的感觉很难说 男人也不是见谁漂亮就会动心 江言长得好看 还经常在周成面前晃 周成没想法 但在安庆县第一次见到夏小兰 周成就忍不住动了心 夏小兰满意点头 你这个回答能打99分 不给你满分是怕你骄傲 周成同志 你一定要再接再厉保持 任何接近你的女同志 都是要腐蚀你意志的糖衣炮弹 把他们当成是敌人派来的女间谍 等你练成了这种心态 我就算一直见不到你 也不会担心 周成知道夏小兰在说什么 这已经十月中旬 明年初就要出国当交换生 国外不比国内 就算不缺路费 要回来一趟也挺麻烦 至少要分别一年 两人的感情能不能经得起考验 周成很有信心 她也希望小兰能信任她 你放心 再漂亮的女间谍引诱 我都会怒不邪事 一个人的心就弄大 有一部分安放家人和朋友 一部分分给学业或事业 剩下全部留给一个爱人都鲜少 周成哪有心思去理会别人 两人说着话 不由就落后了点距离 走在最前面的姜岩 心里不太舒服 正好草丛在动 她屏住呼吸射击 碰一声枪响 惊得附近的鸟雀声空 也把几个人都吓了一跳 姜岩用脚踢开草丛 拎出来一只灰兔子 脖子已经被猎枪打断 蹦倒了几下就没了气息 这枪威力还挺大 康伟嘀咕了一声 善于君带头鼓掌 好枪法 反正善于君做不到 对能做到的人 她也不吝惜赞美 和姜岩没什么好比的 擅长的领域不同 如果因为姜岩的枪法好 就要自卑 善于君的脑子 大概是考不上华青的 周成看下小兰眼睛发亮 把自己的枪举起 道 你要不要试试 打猎和打固定把不一样 打中了很有成就感 夏小兰摸着枪 你们在野外拉链 会经常打猎吗 周成摇头 怎么可能 我们是军人 不是猎人 枪法练出来 不是为了打猎的 上过战场的军人 练的是杀人的枪法 先练的高难度 再返回来 捏捏野鸡和兔子 能不简单吗 有了江岩这个开局 接下来 三个没打过猎的女同志 都找机会放了两枪 夏小兰有军训时 打固定把的基础 差点打中一只野鸡 子弹擦着野鸡翅膀飞过 周成拿过康伟手里的枪 补了一击 野鸡才应声而倒 虽然有江岩掺和 这下午 大家都玩得比较精兴 一边谈恋爱 一边打猎 也收获了几只小猎物 因为一路上都没见到 有大家伙 众人都有点放松警惕 靠给还嚷嚷 我还以为会有野猪呢 周成想踹他 大野猪很不好对付 都是男同志还好说 这要遇到了 让他们女同志怎么跑 我们一路闹出的动静不小 有野猪也早就跑了 江岩舔了舔嘴唇 想打野猪也不是不行 我刚才看见了野猪留下的粪便 沿着追下去肯定能找到 好不容易来一次 难道提着两只兔子就回去 夏小兰不知道江岩葫芦里 卖的什么样 少光荣带来的小游 明显有点害怕 小游一副小太妹打扮 却是城里长大的姑娘 恐怕连活着的家猪都没见过 脏兮兮臭烘烘的野猪 有什么好奇的 康伟一抹额头上的汗 橙子哥 我们手里有四把枪 难道还对付不了野猪啊 我看江岩还没尽兴 那就去找找呗 这个江岩一路显白 让康伟很不爽 康伟和邵光荣虽然都玩过枪 枪法又确实不如江岩 康伟也想看看这女人到底想做什么 难道打猎厉害 城子哥就能一情别恋啊 在场的几个人 恐怕连小游都不傻 都看出江岩的心思 她这一路已经大出风头了 还想做什么呢 夏小兰还不恼 康伟几人比她本人还着急 感觉到她们的维护 夏小兰也觉得心中暖暖的 周成 大家都有兴趣 那就去吧 江岩说的话 周成百分百是不听的 她媳妇开口了 那就是刀山火海都要闯一闯 何况是打野猪这种小事 周成答应的特别干脆 行 让江岩带路 江岩转过身去 没看见周成跟康伟邵光荣两人使的眼色 他俩对这个眼色很熟悉 小时候打架经常交流的 邵光荣扯了小游一把 去去去 李同志都走后面 不要在前面挡着道 一会儿看见野猪你跑不动 邵光荣的语气这么臭 小游的脾气还真好 这都能忍 邵光荣这小子 平时不是这么15喝6的人呀 像小兰奇怪的看了看周成三人 现在的队形很有意思 江岩走最前面 邵光荣跟在他后面 康伟又在邵光荣之后 最后面的则是周成 中间夹着夏小兰在内的三位女同志 夏小兰若有所思 周成这是在防备江岩吗 夏小兰不动声色 把小游拉得近了些 道 邵光荣就是嘴巴厉害 我看他心丸得很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不知道邵光荣从哪找来的小游当女伴 但他还算个爷吗 可能有危险的时候 还是把小游推到了安全的位置 夏小兰是有感而发 小游点头 嫂子 我知道他不坏 邵光荣的口碑真的很好 出来玩嘛各取所需 邵光荣出手大放 女朋友有什么要求都尽量半倒 相处一段时间分手后也不会吃亏 邵光荣已经很久没找女朋友了 小游也是有所求 才和刚考完事 需要放松的邵光荣一拍即合 如果邵光荣真是他对象就好了 小游不怕态度凶 他怕对方拿他当空气 夏小兰失笑 小游压根就不知道 两人是鸡铜鸭奖嘛 倒是善于君 双手握拳有点紧张 也有好奇 看来善师姐也察觉到不对劲了 善师姐还真是欣喜如法 夏小兰笑呵呵的 师姐 你想不想一起去特区看看 我下次叫你 善于君轻哼 原来是你给康伟出的主意 我就说他想不到 让你不用叫我师姐 你怎么又忘了 两人趁了说话的功夫靠近 善于君满眼都是疑问 夏小兰轻轻摇头 他也不知道江炎要搞什么鬼啊 一路在山间穿行 树枝刮得脸疼 野草的种子沾满裤脚 江炎一路走一路看 已是入了山林深处 他先停止了脚步 大家都不再走动 静下来果然听到前方有哼哼的猪叫声 有的声音大 有的声音小 周成把夏小兰护在身后 道 小心点 看样子不仅一只 数量多了还真挺麻烦的 野猪喜欢在湿泥里打滚 一层泥巴就是一层防御 天长地久的形成了老泥垢 一般的猎枪还不好对付 打山鸡和野兔型的枪不一定能打穿野猪皮 一群野猪让众人都有点紧张 江炎似乎也挺意外 放轻脚步走过来 我没数清 听声音至少是三四只以上 周成你有把握吗 要不还是撤了吧 他的语气里有浓浓的遗憾 又道 如果只有我俩还能拼一下 这个意思就是带着夏小兰等人成了拖累 康伟真想和这女人理论一番 什么臭毛病 说好说坏的都是她一个人 少光荣拉着她袖子 这时候不能一起用事 江炎是不怕 但他们还各自都带着女伴 哪怕小游是临时来冲场面的 少光荣也没想过把人家姑娘扔到危险处境里 夏小兰和善于君就更不用说了 善于君和康伟可能是刚好上 感情多深后少光荣不知道 夏小兰却是周成的命 她要有个好歹 比周成自己受伤还难受 走 往回走 不要弄出响动 关键时候 少光荣比康伟沉得住气 啥大佬爷们的面子呀 链子直个住腿吗 不能吃不能喝的 硬气没关系 不能拿女同志的安全开玩笑 达成了共识 众人都放轻脚步往后退 气氛太紧张了 草丛里忽然扑腾出一只野鸡 吓得小油叫了一声 虽然夏小兰很快捂住了她的嘴巴 还是晚了 已经惊动了野猪 哼哼唧唧的声音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 周成迅速给枪上膛 夏小兰只见一个黑影倒下 枪声接连响起 江炎也出手了 慌乱中 少光荣和康伟没多大准头 这俩人到底是业余的 周成和江炎配合的倒挺默契 可他们误入的是一个野猪群 有一只长了大獠牙的野猪冲过来 周成冲他开了好几枪 打中了脖子蹦出血花 野猪却根本不倒 反而被激发了凶性 周成扔掉枪 抽出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把三棱军刺 趁着江炎开枪吸引野猪关注 他绕到侧面出击 野猪靠得那么近 小油吓得往后退一步 却摔了一跤 夏小兰被小油叫得心服气躁 脚步一动 脚下的一块山石是松动的 他的身子摇晃 这时候 站在他前面的只有两个人 左边是周成 右边是江炎 夏小兰下意识去抓周成胳膊 周成却已经迈脚 上前去偷袭野猪 倒是江炎还在原地 忽然扭头 眼击手快 伸手去抓夏小兰 随着江炎动作的击摆 枪头一下子磕在夏小兰膝盖上 夏小兰膝盖一麻 往后倒去 野猪冲过来 他身后的小油也在躲 夏小兰抓住了一只手 一起往后摔 他们见不知不觉 退到了山坡抖斜的一面 两个人一起往山坡下摔去 周成的君刺快准狠 从野猪的眼睛刺入 将其狠狠钉死在地上 野猪发出最后不甘的哀鸣 却也无力回天 当周成回头时 只来得及看见夏小兰滚下山坡的衣角 他顾不上野猪 一颗心都忘了跳动 小油下滩在地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见周成也要跟着跳下山坡 康伟下的魂飞魄散 牢牢抱住周成的腿 橙子哥 你冷静点 你跳下去没用了 这里说很多 嫂子摔下去肯定不会有事 我们换个方向走下去找人 不会有事吗 善于君一脸担忧 小兰要是自己一个人摔下去 还真不一定有事 这里地势并不太高 可小兰是和秦帝一块摔下去的 能没事吗